穆斯林陣亡烈士之争 搅动美国总统竞选 克林顿民调领先川普 美国联邦调查局 一名华人雇员承认 为中国提供敏感情报 中国官媒威胁澳大利亚 美国表示为悉尼撑腰 观众朋友们好 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8月2号的VOA卫视新闻 我是许波 我们在美国首都华盛顿 为您现场报道 天津法庭判处司法维权人士 翟延民三年徒刑 缓刑四年 自聘律师谈翟延民 其一人其案 日本发表防务白皮书 称中国海上扩张行动升级 我们有来自东京的连线报道 美国联邦调查局 资深华裔雇员共认 充当中国间谍 美国之音在纽约 为您介绍详情 中国接待塔利班代表团的消息 继续发酵中国专家 谈北京为什么要同塔利班 保持接触 好 欢迎收看 美国之音的VOA卫视 首先我们关注头条新闻 星期一 美国总统竞选活动 被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 和希萨尔汗之间的 口舌之争所占据 希萨尔汗是2004年 在伊拉克自杀炸弹爆炸中 阵亡的一位穆斯林 美国军人的父亲 自从上周四 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以来 他们之间每天都要 唇枪舌箭相互攻击 希萨尔汗以他的儿子 为国捐躯为例 反击川普 限制穆斯林移民美国的建议 在为期四天的民主党大会上 最令人难忘的一幕就是 他手举一本美国宪法 要求川普阅读他 希萨尔汗来自巴基斯坦 星期一 他在接受美国之音 乌尔都语组采访时被问到 他认为与川普的对峙 是否会起到任何效果 希萨尔汗说 他对川普一旦成为 美国军队总指挥的后果 感到担忧 他担心美国军队 是否会听从川普的命令 中国表示将从今天起 再包括南中国海在内的 有争议海域行使司法权 中国最高法院发布两份 涉海司法解释 强调要保卫中国的领土主权 和海洋权利 这两份解释中 虽然没有直接提到 南中国海和东中国海 等有争议海域 但明确表示 如果有人在中国管辖的领海 匹连区 专属经济区 和大陆架等非法捕鱼 将被判处 最高一年的有期徒刑 长期以来 菲律宾和越南渔民 在他们的传统渔场捕鱼时 常常遭到中国海警船的驱离 根据中国这一新的 主权宣誓行为 今后这些渔民 可以被中国监禁和判刑 中国官方媒体抨击澳大利亚 在南中国海问题上的立场 并扬言会对堪培拉采取报复行动 美国官员称 在安全问题上 美国和澳大利亚 可以依赖彼此的帮助 好 下面请看 美国之音记者李宝 在华盛顿的报道 中国官方的环球时报 中英文版 7月30号发表社评 指责澳大利亚 跟美国和日本一道 钻进了干预南海问题的 第一阵营 对中国极不友好 对此中国人绝不会忘记 并一定会对澳大利亚 采取报复行动 这份设评说 澳大利亚顶多是一只纸猫 如果以实际行动干预南海事务 它将是中国打击的核实对象 在南中欧海仲裁庭 7月12号公布裁决结果后 澳大利亚政府立即做出反应 总理特恩布尔第二天 在记者会上明确表示 这一仲裁必须得到有关各国的遵守 澳大利亚外长毕孝普也表示 北京是否遵守这一仲裁 将影响他的国际声誉 中国政府称对澳大利亚 在南中欧海仲裁问题上的立场 相当惊讶 并对北京所说的 澳大利亚领导人的错误言论 提出了严正交涉 目前澳大利亚正在采取一系列行动 试图强化他的国防能力 并得到了美国的强力支持 美国副总统拜登7月19号 在访问澳大利亚时表示 在法务方面 两国完全可以依赖彼此的支持 而且双方正在谋求更多途径 强化两军合作 感谢你们支持美国 我也希望你们知道 我们永远会做你们的后盾 对此不要怀疑 连一刻也不要怀疑 澳大利亚是美国在亚太地区 最坚实的盟友之一 美军目前在澳大利亚北部 以轮换方式 驻有1250名海军陆战队队员 并计划将兵力增加一倍 今年6月 美国海军陆战队部队指挥官 约翰·威斯勒中将在华盛顿表示 美国计划在2019年财政年度前 向南太平洋地区派驻第二支 海军陆战队远征部队 应对那里可能出现的安全挑战 我们的想法是建立更多的驻军 尤其是在南亚地区 你们知道 一年当中的一半时间 我们向达尔文轮掉海军 独战队员 到了雨季 这些军人会调回美国本土 美国和澳大利亚 今年晚些时候将举行部长级磋商 双方希望进一步深化两国的军事同盟关系 美国之音记者李宝 华盛顿报道 欢迎您继续收看美国之音的VOA卫视 星期二 日本政府内阁通过了2016年版防卫白皮书 白皮书批评中国日益咄咄逼人的军事活动 并表示平壤的核武器和导弹研发是严重和紧迫的威胁 与此同时韩国政府批评日本在白皮书中声言 韩日两国有争议的一个岛屿属于日本 好 接下来请看美国之音的报道 日本政府内阁通过的2016年版防卫白皮书 批评中国试图凭借武力改变现状 并对中国今后的走向表示强烈关注 日本防卫向钟谷元在记者会上 介绍了日本政府批准最新的防卫白皮书的背景 我们的看法是 我国周边的安全形势 简要地说就是力量平衡或军事力量 正在变得比以前更为严峻 钟谷元所说的日本周边的安全形势 正在变得日益严峻 显然是指中国在东中国海 临近日本的海域的进出活动日益频繁 中国与日本多年来围绕一组无人居住的小岛 即日本所称的尖阁诸岛 中国所称的钓鱼岛有争议 此外 中国在南中国海的填海造岛和多多逼人的海洋权声索 导致中国与南中国海周边国家关系紧张 并令人担忧那里的和平与稳定 以及航行自由 南中国海是全世界最重要的贸易通道所经过的海域 日本2016年版防卫白皮书还指出 朝鲜可能已经获得了核武器小型化和制造核弹头的能力 韩国政府星期二对日本最新的防卫白皮书提出强烈批评 韩国政府强烈抗议日本政府在其2016年版防卫白皮书中不恰当地声称独岛属于日本 独岛从历史上地理上和国际法上都是我国的固有领土 我们敦促东京立即撤销这种声称 韩国所说的独岛在日本称作主岛 日本也声言主岛是日本固有领土 美国之音VOA卫视华盛顿报道 好 欢迎您继续收看美国之音的VOA卫视 我们刚才看到日本今天发表了今年的防卫白皮书 表示对中国在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的军事行动 将引起不测事态的强烈忧虑 另一方面刚刚当选的东京都 第一位女知识小池百合子今天走马上任 声称她要实行东京都政大改革 好 我们现在就连线美国之音 驻日本特约记者戈兰 戈兰你好 西伯你好 戈兰 请你说明一下 今天日本的防卫白皮书的主要内容 日本舆论又是怎么看待这份白皮书的呢 好的 日本这份今年的防卫白皮书 是防卫大臣今天早上在内阁会议上提交 然后获得了批准的 那么这个白皮书共有500多页 比去年的白皮书增加了16%左右的内容 其中的比较受关注呢 是对中国的这个一个描述和对朝鲜的描述 那么在这个一共有九个大部分 其中这个是中国就是一个突出的一个部分 那么这个部分里面主要就是说到 就是中国现在呢 在这个基于这种不符合国际法的这么一个独自的一套主张 那么在这个力量的背景下来就是 就是企图的改变一些现状 并且能再向周围施加高压 那么这种这种行动呢 是一个还显示出一种不可以 不想妥协的这么一种要实现目标的这么一种做法 那么防卫书认为说就这种做法呢 会只会导致呢 这个发生一些不测事态的这么一个结果 防卫省呢就很表示强烈的忧虑 那么同时就具体指出了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 就是中国军队的这个迅速扩大和活跃的这个军事行动 那么引起了这个周边的 单方面引起了周边的这个局势紧张 那么特别提到这东中国海的问题 就是说今年16月的时候 中国的军舰首次进入了尖阁诸岛 也就是中国说的钓鱼岛的周边的团队 那么这个是一个值得关注的动向 另外一个就是说去年一年之内 日本的军机紧急升空应对 中国的这个军事的这个行动 一共571次比去年增加了 比上一次就是前年增加了100多次 这么一个一个动向 那就是说如果继续这样下去的话 日本对这个局势呢 中国军方的这个未来的方向性呢 持有强烈的这个忧虑 那么对于这个问题呢 今天的日本的传媒呢 舆论的都主要集中在这个方面 那么有一些舆论认为说 其实防卫省的这个白皮书呢 其实是点出了就是说 如果按照现在这个方向 中国军方的这个方向 继续下去的话 那个可能啊 中日发生这个冲突的这个前景 是很难避免的 当然今天的这个白皮书上 也谈到就是说中国过去一年 中日关系呢是有改善的 特别是在去年11月 中日国防部长呢 恢复了四年多的这个会谈 并且一致同意呢 实施这个紧急联络机制 不过当然到现在为止呢 这并没有进入一个具体的日期 所以呢日本还是就是 持有一个强大的忧虑 好的 那么今天呢 中国海军在东中国海 实施了实弹演习 我们看到规模很大 那么日本对这次演习 有什么反应呢 日本的各大传媒也都报道了 这个很关注这次的 中国的这个军演啊 那么大部分都是引用了 新华社的消息 那么有些传媒就认为说 中国的这次的这个军事行动呢 是在签示准备牵制日本 那也有一些舆论看法认为是 可有可能是签 也是为了牵制美国在韩国 部署这个萨德导弹的一种 这样的一个做出的一个反弹的行动 那还有人认为说 可能也包括牵制台湾 对台湾示威这么一个目的 许多 好的 那么今天我们看到呢 也是东京都 刚刚当选的第一位女知事 小池百合子 走马上任的第一天 东京都的人事变化 对于东京与北京 这一对姐妹城市的关系 会不会有什么影响 小池百合子呢 她从事过中日关系方面的活动吗 格兰 小池百合子呢 是一个学了阿拉伯语的 她曾经做过一段时间的阿拉伯语的这个口语翻译 她的这个整个经历里呢 她除了这个阿拉伯语的阿拉伯的这个问题以外呢 她比较关心以外呢 她因为在从做过这个防卫大臣 所以她也比较激进的推动过这个日美关系 那么除此以外呢 她在与中国的活动呢 是基本上不太看得到的 不过呢 就是在去年就是出版了这个毛泽东与日军勾结的这个 这个就是中文翻译成毛泽东与日军勾结的这个 这本书的这个作者呢 这个东京福祉大学的教授远藤玉教授呢 就说她在出了这本书以后呢 自民党有很多人呢 就要求她去说明这个中共的这个抗日史 其中有一位呢 就是小池百合子 这是今年六月的事情 当时还不存在东京都的这么选举的这么一个情况 那么所以看起来就是说小池百合子呢 还是个人呢 还是对于中国问题呢 还是持有关心的 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就是说 在因为她一向不太去从事中国的问题 所以呢 在现在的目前的情况下 北京和这个东京的姐妹城市关系呢 一般说来呢 就是说一个很长期一个稳定的关系 包括以前前知识 石鹽圣太郎在内呢 也没有去破坏这个关系 所以一般相信呢 这个小池也不会去触犯这块 但是有一个忧虑就是说 因为在2012年的时候 这个前知识石鹽圣太郎呢 就购导 就是筹款购买钓鱼岛 当时筹了20多亿 现在这个钱呢 还压在东京都知识 东京都的政府里 那么知识呢 会不会去处理这笔钱呢 事实上是非常刺激这个神经的 那有些右翼的人说建议说 应该来用这个钱来建议 来建设钓鱼岛 建设坚戈珠岛啊 什么的 那么但是事实上 前几任的东京都知识 都没有去动这一块 那么估计小池是一个很聪明的人 应该也不会去碰这个唐神语 徐波 好 我们感谢美国之音 驻东京特约记者歌兰的连线报道 好 休息一下 我们回来继续精彩节目 美国之音电视 广播 网络 全方位报道 再添加计时 掌中新闻 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 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 离线再线 随时随地观看阅读 快讯提醒功能 抢签读取最新消息 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 与我们分享 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 赶快来下载免费的VOA新闻应用程序 好 欢迎您继续收看美国之音的VOA卫视 美国联邦调查局一名资深美籍华裔雇员 星期一在纽约向联邦法官就其充当中国政府的间谍认罪 面临最高十年的监禁 他被指控利用接触FBIGME的这样一个机会 向中国政府官员和科技公司收送他们寻求的敏感信息 以换取经济利益 好 下面我们就联系美国之音 驻纽约记者方斌 请他来介绍相关的情况 方斌你好 许波你好 请介绍一下这名认罪的华裔FBI的雇员 他是什么人 好的 这名美国联邦调查局FBI的美籍华裔的雇员 他的名字叫秦昆山 这是一个音 因为这个起诉书是英文的 他的英文名字叫昆山川 同时他还有一个名字叫Joe E. Chang 那么他今年是46岁 那么根据起诉书 他是1969年生于广东的 1980年进入美国 1985年他就规划为美国公民了 他是在1997年受雇于FBI联邦调查局的 他在纽约的联邦调查局的办公室 担任一名电子技术员 那么1998年的时候 因为他工作的需要 他通过了最高的机密安全审查 因为他的工作需要经常的接触敏感的信息 就是这样子 好的 那么这位华裔雇员 他是怎么充当中国政府间谍的呢 是这样 这个事情是从2006年开始的 起先他和他的一些亲属 跟在珠海的一家生产打印机碳粉的科技公司 有一些接触 那么别人请他在美国搜寻一些信息 他就帮着做了 然后他就获得了一些免费的旅游 到中国到香港到欧洲世界各地 那么从2006年到2010年 其中最严重的一项呢 就是他被寻求呢 寻找一种叫做固体硬盘的东西 那么他作为这个中国政府的间谍 是从2011年开始 他通过介绍呢 认识了一名中国官员 然后呢 这名中国官员就不断地 向他打听一些敏感的信息 其中呢 包括了FBI的组织结构 FBI的身份证明 FBI的这个监控技术 这个以及FBI的这个旅行的这种模式 那么他呢 都按照这名中国官员的要求 有的呢 把他拍成照片 通过他私人的这个手机呢 传送给那名中国官员 中国的官员 许波 好的 那么我们看到呢 他是2016年3月被FBI逮捕的 那么为什么开始呢 是四项指控 最后呢 只变成了一项了呢 方斌 我想这个是在最后的时候 检察官跟被告达成的这个 认罪协议的这么一个结果 那么从一开始的时候呢 3月份他被捕的时候 起诉说上的四项罪名呢 是对联邦政府撒谎 做虚假陈述 这样的这个欺诈的罪名 那么根据呢 都是他对FBI的这个问卷 这个填写的时候呢 没有填写真实的情况 比方问他 你那个到外国去旅行 你在外国有哪些熟人 有哪些这个人呢 是跟你有生意关系的 他呢都填没有 那么这个四项罪名呢 是指控他的这种欺骗的行为 那么最后认定的这一项罪名呢 是他充当了 这个外国政府的间谍 那么应该说 最后这项罪名比前面的四项都要严重 那么根据起诉说的内容来看呢 是这个是显示了这个检察官 是在逐步的掌握 他的一些这个充当外国间谍的证据 那么其中呢 有一个值得注意的呢 就是从2015年2月开始呢 秦昆山呢 向那名中国官员 透露了FBI一些敏感信息之后 FBI呢就派了一名卧底的探员 假装成一个独立承包商 到他的身边跟他讲说 我知道很多联邦政府的秘密信息 那么他呢就跟他讲 中国政府需要这些东西 你可以这个一起来做这个生意 那么经过一年的时间 对他的证据呢 有了充分的掌握以后呢 也许这就是昨天 他认了这一项最重要的罪名的原因之一 好 好 我们感谢美国之音 助纽约记者方斌的连线报道 不要走开 我们马上回来 好 欢迎您继续收看 美国之音的VOA卫视 两年前在一名白人警察开枪 打死一名没有持武装的 18岁黑人青年之后 抗议和骚乱 就席卷着密苏里州的福格森市 今天早些时候呢 福格森市与美国司法部达成协议 同意改革警察局 好 下面就请看 美国之音记者西姆金斯 从福格森市发来的报道 在密苏里州的福格森 暴力和针对警察的愤怒抗议 持续不断 我生活了18年的居民区 和社区当时的景象 就跟伊拉克一样 当时警察列成一排全副的防暴装置 枪口对着我们 很快你就看到 所有的妇女儿童走到了一边 而所有的年轻人 所有那些看上去 只有十几岁的小伙子 他们挺身而立 坚守自己的位置 触发暴力的是一起警察枪击事件 福格森警员达伦·威尔逊 在一次街头对峙中 开枪打死了 没有武器的迈克尔布朗 后来这名警察 没有受到任何刑事指控 这引发了更多的骚乱 迈克尔布朗的母亲 不能接受警员威尔逊的行为 他所做的是 对那些尊敬警服和警惠的人的大不敬 他不仅让一座城市陷入了危险 他还让更多的警察陷入危险 我说的就是那天拿枪的那个人 枪击事件助长了全国范围 真实黑人生命运动 以及全国范围有关警察暴力 和刑法系统改革的辩论 事件还暴露了多年的警方不当行为 在个人与警察的互动和关系方面 总是存在紧张不安和不确定因素 这不仅仅局限于福格森 而是整个地区 联邦当局进行了一项调查发现 以白人为主的福格森市警察局 存在系统性的以种族定性 以及过当使用武力的问题 我们仍然有那种大规模的系统问题 这个系统仍然是压制性的 而不是回应性的 仍然在联邦令的约束之下 我们真的一直在很努力 改变人们对我们福格森 如何执行警务的看法 你不可能因一声枪响 就能矫正多年来的问题 这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 需要勤奋努力 确保我们一定要遵守 我们制定的过程和程序 警察局有了新的黑人局长 还要求对新警员进行训练 社区一些居民仍然持怀疑态度 还是同样的那些警察 他们没有被重新培训 他们不懂社区警务应该是什么样的 因为他们没有受过那种培训 艾米利·戴维斯和福格森合作社的 其他市民成员正在帮助制定解决方案 并向市政府官员施加压力 要他们执行联邦司法部 为市警察局制定的命令 市民们必须接过责任 确保那些协议得到执行 我们的方式包括抗议 包括把那些我们看到的 并没有落实的那些事情曝光 美国之音西姆金斯 密苏里州福格森报道 欢迎您继续收看美国之音的 VOA卫视新闻 计算机自动化技术 不断增长的威力 意味着机器人很有可能会取代人类 在美国驾驶卡车 美国现在有350万卡车司机 其中一些人的工作 也许危在旦夕了 好 下面请看美国之音记者 吉兰德的报道 巨型卡车在运输沙土和矿石 这些卡车由计算机化的机器人操控 都是自动运行 他们可以应付矿场里有限的交通量 一些专家担忧 公路上更复杂无需的情形 对他们来说才是真正的挑战 计算机已经在帮助人类司机 更好的刹车和导航 一些专家也表示 由于成本可能更低 机器人卡车司机 终究会全面取代人类司机的工作 但是美国卡车运输协会的首席工程师表示 要在监管法规 测试 以及公众接收度上过关 机器人卡车司机的普及 还需要时间 凭现在的科技水平 我们能做到无人驾驶 但我们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 还不会这样做 但是奥迪汽车以及其他一些厂商 正在更复杂的环境中 测试机器人司机的能力 奥迪正在美国一座大山 以及大城市中做测试 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的 前官员说 这些测试会帮助全自动化汽车 普及时间的提前 我们距离完全无人驾驶汽车的 终极远景并不遥远 包括福特在内的汽车 以及计算机企业 正在开发很多针对轿车 与卡车的机器人系统 这位官员表示 自动化汽车实大实地 把人命托付给了机器人 但鉴于94%的交通事故 都是因为驾驶员的人为错误造成的 包括疲劳驾驶 酒驾 开车看手机等等 机器人开车说不定是一件好事 圣母大学教授 蒂姆·卡罗尼通过Skype表示 机器人司机有可能拯救 数万人的生命 这还需要一段旅程 而这段旅程的终点 就是交通事故 和死亡数量的大规模降低 一些卡车司机对计算机 马上就会取代他们的言论 感到怀疑 罗希罗·拉达 是一位有16年驾龄的老司机 机器人能做得很有限 我相信有些情况 只有人类才能应对 巴里罗·沃特尔 已经开了25年车了 他认为在机器人 抢走他的工作之前 很多基础建设需要跟上 没错 大概还需要二三十年吧 塔车运输是美国经济中 一个重要领域 雇佣着美国人口的1% 所以司机 消费者以及企业 都在密切地关注这项进程 美国之间吉兰德 华盛顿报道 马拉维的环境保护人士 已经开始了非洲迄今为止 最大规模的大象搬迁行动 非政府组织非洲公园 正在把500头大象 从马拉维南部的 过于拥挤的野生动物保留地 迁往马拉维中部的新家 好 下面请看 美国之音记者 马西纳的现场报道 这些大象正在获得自由 在马拉维中部的 恩科塔科塔野生动物保护区 重新落户 在平安到达之前 他们乘卡车 从马拉维南部的 利翁带野生动物保护区出发 长途奔波了400多公里 非盈利组织非洲公园 发起的这项行动 目的是为这处保护区 添丁进口 重新引进动物 由于偷猎 当地损失了很多动物 有关负责人士说 为保护大象 他们将架设一道电围栏 这处保护区 目前动物很少 我们的设想是 争取重新引进那里 这里曾经有过 但现在已经灭绝的动物 野生动物保护官员说 在过去20年来 这处保护区的大象 从1500头 锐减到不到100头 今年计划搬家的 有250头大象 自从7月以来 其中的190头 已经重新安家 除了大象之外 我们还在引进黑马铃 水铃 还有油猪和其他动物 有人担心搬迁 会切断大象的家族纽带 政府官员请大家放心 我们不是前一单个的动物 我们确保把大象全家 从公元A搬到 恩科塔科塔 以确保家族纽带 能够保留下来 鱼下的250头大象 计划在明年7月到9月间搬家 美国之音马西纳 马拉维 恩科塔科塔 报道 好 欢迎您继续收看美国之音的 VOA卫视新闻 观众朋友们也许还记得 89年六四学朝期间 学生们制作了一个民主女神像 新西兰纪雕塑家陈维明 以六四民主女神像为蓝本和灵感 创作了一个新的民主女神像 并带着她从美国西岸开车到东岸 可以算是有关六四学朝以来的 中国民权状况的一个移动展览 美国之音的记者 在纽约与陈维明的团队相处了一天 请看我们的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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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栏目 我们中国大陆同胞享受跟美国一样的自由平等和博爱 折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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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屠杀后的第二天 我和我的中国籍前夫 经过那里 我亲眼看到人行道上血迹斑斑 我看到民主女神被推倒 只剩一堆石块和钢筋 我还看到一些残忍的景象 空气中都是火药 混着烧焦的肉体和头发的味道 像大使馆扔子弹 代表人民对中共的唾弃 因为中共向人民认得是纸牌 大使馆的所有的镜头 24小时监控在所有在他面前 300米以内的所有的活动 一开始我们出发时有12个人 有种种原因吧 还有受到中共的恐怖和恐吓 所以有一个朋友呢 他的家人呢 极力劝阻他返航 他已经到达拉斯维加斯 但是呢 说如果再前行的话 他们家里可能会遇到麻烦 这个房子特别有带两位女士呢 我们有些人 五个人坐在 四个人住在房子里面 还有三个人睡在卡层里面 一直就是已经20天了吧 就我们整个行程是28天 那克利弗兰还有在我们区那边 在洛杉矶出发的时候都有 当我们人走过去的时候 他马上逃走 而且他不是拍一张两张 拍很多张的照片 近距离地拍拍照都有 所以说如一般的粉丝 但只有比较小的人呢 他会拍这个民族女神像 拍完以后 但是他又不愿意给你们打枪道 去住 Who do you nutritional 这衣服 来来来来来 1 1 2 2 3 来来来来 1 1 3 1 斑上 тому 我们穿着衣服的人过来照照照保 Democracy Democracy 民眾都非常支持 一看到這個都叫Stature Liberty 所以Freedom China 我們在那時候 很多朋友和遊客的支持 他們看到這個東西都翹起大拇指 我們像拉斯維加斯 我們有三個地方進行擺放和轉送 所以說大家都來詢問 這是他們美國的那些遊客 他們問得非常的仔細 他們不是犯犯的 他們就是那種求證的這種證實 他們要得非常仔細 比如說他們問這個圖片 是什麼時候拍的 什麼地點 那麼我會告訴說 這個是27周年發生在天安門的大屠殺事件的圖片 這張是兩個星期的那個南海的拆遷 毆打小孩 毆打村民 毆打老人 毆打婦女 這樣 那麼他們就知道了 這是一個延續的歷史 是一個正在進行時的一個故事 並不是一個非常遙遠的事情 我有計劃 我想把這個天安門島下的民主女生 做成89.64米高的民主女生 在她島下的地方 在中國民主的一天 把她運回中國 好 歡迎您繼續收看美國之音的VOA衛視新聞 一項新的研究顯示 荷蘭男性與拉脱維亞女性的身高最高 而東地問 男性與維蒂馬拉 維蒂馬拉 對不起 女性的這個身材呢 是最矮的 好 詳情 請看美國之音霍克的報道 這項研究發現 荷蘭男性的平均身高超過182公分 拉脫維亞女性的平均身高達170公分 1914年以來 兩國的平均身高都有漸長 那麼長個子的原因是什麼呢 他們可能吃的土豆比別人多 或者他們吃麵包比別人多 我們愛好運動 所以我們運動量大 可能因為這個 我們長得稍微快一點 科學家們認同運動和長個子有關係的說法 女性的身高可以通過體育鍛鍊得到提高 特別是在青春期身體成長發育時期 像籃球 排球 甚至手球這樣的運動 都有助於長個子 因為這些運動中有很多拉伸動作 但是科學家們表示 人的生長發育主要取決於營養 環境以及基因等因素 拉脫維亞女性平均身高居全球之冠 而100年前 她們還在遠遠的第28位 我對自己的身高已經習以為常了 所以不太留心 不過我聽說男孩子喜歡個子高的女孩子 我覺得這是好事 總的來說 2014年 全球男性和女性的平均身高 還在前十位國家 大多在歐洲 由於近幾十年來營養的改善 那裡的人都長得更高了 而很多非洲和中東國家的國民 平均身高自1914年以來 卻有所下降 美國人的平均身高 在大約20年前達到峰值後 男性和女性的平均身高 在全球排名分別從第三和第四位 跌落到現在的第37和第42位 身高195公分的美國之音記者史蒂夫巴拉格納 在美國不管走到哪裡都是赫里基群 因為我的個頭比其他人都高 所以在商場或其他地方的人群裡 很容易就能找到我的女朋友 這樣挺好 巴拉格納在東地溫絕對可以俯視眾人 因為那裡的男性平均身高只有160公分 也門 老挝 馬達加斯加 以及一些非洲和亞洲國家的人 身材也比較矮小 美國之音記者霍克 華盛頓報導 烏干達的奇伊拉汽車公司 說他們生產了非洲第一款 以太陽能驅動的公交車 這款名為卡尤拉的公交車 最近在烏干達首都首次公開亮相 下面請看美國之音記者 馬格林從坎帕拉發回的報導 這輛公交車的品牌名稱是卡尤拉 動力來源是車頂的太陽能板 這輛公交車能承載35名乘客 製造商奇伊拉汽車公司 希望卡尤拉能成為非洲第一個 以太陽能作為能源的公交車品牌 這個項目的首席工程師說 這些電動公交車的引擎完全沒有噪音 其實這輛公交車沒有引擎 驅動它的是一個靠電池功能的牽引電機 這些電池組與車頂的太陽能系統相連 公交車在電池充足電的情況下 可以行駛80公里 而接下來由太陽能板繼續驅動 也就是說增加了延長了里程數 卡尤拉公交車可以通過太陽能 或是連接電源來充電 最棒的是它不會像空氣中 開放有害的二氧化碳 這個系統完全是靠綠色能源運行 污染環境的東西最終影響的是我們自己 這也就是我們開發這類產品的原因 因為未來我們要考慮的是 有可持續性的綠色能源 這輛完全依靠充足可再生的太陽光 為能源的公交車 還能節省油錢 卡尤拉公交車也就是太陽能公交車 和其他公交車的區別在於 那些是燃油車 而這部車靠電池驅動 不過你在行駛加速的時候 可以感覺到它和其他公交車一樣有利 你能看到它很厲害 像其他公交車 烏干達當局說 卡尤拉公交車有助於解決 首都坎帕拉的交通擁堵問題 有更多的選擇 我們相信會有助於解決交通堵塞問題 這輛公交車樣品的造價 預計超過14萬美元 如果這款車得以批量生產 售價會降到55000美元左右 不過要看到卡尤拉公交車 在烏干達的公路上運行 消費者還得有些耐心 因為目前還沒有正式的上市日期 美國之音馬格林 坎帕拉報道 由墨語播報 在開始生產電動汽車兩年之後 美國特斯拉汽車公司的巨無霸電池廠的第一部分開工 下面請看美國之音普蒂奇的報道 特斯拉的千兆工廠只有大約14%完工 但是機器人在忙著為特斯拉電動車製造電池做準備 由於價格高 每部車近10萬美元 所以目前公司並沒有從車上賺到利潤 主要成本來自進口電池 所以為了降低價格吸引更多顧客 首席執行官馬斯克今年推出了特斯拉三型 接下來說到價格 當然價格會是35000美元 將近40萬人交了1000美元定金 排隊等候 希望能買上一輛特斯拉三型 而交貨要到2017年才開始 要滿足這些訂單 需要6年半的時間 這就是巨無霸電池廠的用武之處 特斯拉將需要數以萬計成本低 而性能可靠的電池 至少兩個原因 能讓這家千兆工廠名副其事 建築將耗資5000兆 也就是50億美元 2020年建成之後 與日本電池製造商松夏 和其他夥伴的合資企業的電池生產能力 每年預計將達到35兆千瓦小時 但是馬斯克有更大的計劃 特斯拉的整體目標是 加速可持續能源的前進 所以我們將採取一系列 我們認為最有可能實現 這一目標的行動 馬斯克希望到2020年 千兆工廠生產的電池 能夠降低大約30%的價格 不僅用於轎車 也用於電動卡車和巴士 同時也作為私人住宅 和公司的備用電源 工廠房頂將覆蓋太陽能電池板 即使不能滿足所有電力需求 也能滿足大部分需求 萬一工廠需要擴大 特斯拉公司還購買了 臨街千兆工廠的 7.5平方公里的土地 美國知音普蒂奇 華盛頓報道 在美國最幸福的地方 就在距離華盛頓特區 60公里的勞登郡 這期走進美國 就帶您去了解一下 那裡的故事 什麼東西 都在一起 很好 就是可以 大家好,我是豹容 今天我们来到了风景优美的劳登郡 这个郡已经连续两年被评为全美最幸福的郡 现在就让我们赶快去看一看他们幸福的秘诀吧 既没有纽约的高楼大厦 也没有洛基山的奇特风光 这个看似平凡的郡 却被认为是全美最幸福的地方 劳登郡位于维吉尼亚州北部 临近美国首都华盛顿特区 不仅连续六年蝉联全美家庭中卫收入最高 并且在今年的全美幸福指数排名上荣登榜首 您也许会说 像劳登郡这样富责的地方 人们自然是幸福的 然而劳登郡的居民们却告诉我们 他们的幸福并不完全源于富有 我叫海莉扎斯梅埃德 我负责家族的葡萄酒厂 我叫布鲁斯,是农场的主管 我叫珍妮尔扎斯梅埃德 我负责家族的酒吧生意 我是维斯莱扎斯梅埃德 我负责啤酒厂 大家好,我叫米洛扎斯梅埃德 我在这里很幸福 因为这里有美丽的风景和我的家人 我喜欢这里的乡村生活方式 我的幸福源于和家人一起工作 养育子女 我喜欢和其他啤酒厂的工人们打交道 也喜欢帮助四面八方的朋友 我的幸福就是在我们家的农田里 摘甜甜的樱桃 老灯郡西部以农场、酒庄和马场 等农业经济为主 扎斯梅埃德家族从上世纪七十年代起 经营农业 九十年代买下了这片占地四百多英亩的农场 主要种植土豆、番茄、桃子、苹果、草莓 在这里您可以加入所谓社区帮扶农业计划 农场的工作人员每周会将新鲜的水果蔬菜打包好 送到您家 并且每周的品种也各有不同 保证让您品尝到当季所有的食物 此外您还可以亲自采摘 贴一下农活的乐趣 米洛是家族里最小的成员 他每天都和父亲一起到地里干农活 挖土豆是他最大的乐趣之一 如果您觉得小米洛在这偌大的农场上 形单影只 不必担心 其实他每天都可以见到许多小游客 结交不少新朋友 原来除了销售农产品 扎斯梅埃德一家也开发起了农家乐 目标群体是周边学校的小学生 为了吸引更多的小游客 他们在农场里搭建了游乐场和迷你动物园 这样一来小朋友们不仅能吃到新鲜的食物 还可以尽情玩耍 也难怪小米洛拥有这样无忧无虑的童年 当然不仅是小朋友 各个年龄段的人都能在这里发现乐趣 几年前扎斯梅埃德家族陆续以家庭经营的方式 开设了兰山葡萄酒庄和尘埃乡村啤酒厂 以更好地利用农场里种植的葡萄和麦子 形成了生产加工销售的一体化 就在去年劳当镜政府通过了新法令 允许农民在种植酿酒原料作物的基础上 经营啤酒厂 为当地农业的进一步产业化奠定了基础 啤酒厂和酒吧也是这里的家族特产 看来他们的产品链非常的齐全 我现在手上拿的呢就是他们的特产樱桃啤酒 嗯 尝一口味道真是非常的甜美 除了啤酒业的新发展 劳当镜的葡萄酒业也是蒸蒸日上 2014年的数据显示 维吉尼亚州的葡萄产量排行全美第五 而劳当镜的葡萄产量则位居全州第二 有着华盛顿葡萄酒之乡的美誉 在这样一个风景优美 物产丰饶的地方 扎斯梅埃德家族三世同堂 共同经营着农庄 不论经历如何 年龄大小 每一个家族成员都为这片土地做出了贡献 维斯莱拥有维吉尼亚理工学院的计算机科学学位 但他并没有选择留在大城市工作 而是返回了农庄 我生在这里长在这里 我的整个家族都在这片农场生活 我也考虑过去大城市工作 但是啤酒业是一个新兴的产业 发展很迅速 同时也有很多技术难题 期待解决 我可以利用自己的计算机科学知识 对于我来说 这是一个充满机会的行业 同样在维吉尼亚理工学院毕业的海利 目前已经开始管理家族的葡萄酒厂 并称这是他的长期职业目标 我也试过其他工作 做办公室之类 也曾经去华盛顿实习 但最后我发现 这里依然是最适合我的地方 更重要的是 我们享受和家人一起工作生活的时光 看过了扎斯梅埃德家族的故事 您也许会觉得 幸福就等于田园式的生活方式 但事实上 劳登郡近年来吸引了大批新居民 他们大多是野心勃勃的科技精英 那么他们的幸福又源于何处呢 劳登郡的数据中心行业 目前正处于一个历史性的时刻 通过这里的数据中心 运转的应用程序 和网站 正在改变了全世界 作为这里的一个成员 我感到非常的兴奋 詹姆斯里奇是劳登郡 众多的科技移民之一 他的工作是管理全球最大的 数据中心之一 Rigin Wild 劳登郡具备一切建立 世界级数据中心的条件 比如廉价的民用电力 我们的电力是由 多米能维州电力公司提供的 这里还有全球最大的光纤网络 此外这里还聚集了各种优秀人才 我们有着非比寻常的顾客群和技术专家 并且政府也很支持我们的工作 劳登郡历史上以农业著称 但自从上世纪60年代 杜勒斯国际机场在劳登郡安家 加上其毗邻华盛顿特区的优越地理位置 吸引来了大批高科技公司 目前该郡有60多家数据中心 全球70%的网络数据都要经过劳登郡 因而获得了数据中心走廊的美誉 这一切都始于1987年 当时美国在线公司进驻劳登郡 他们带来了大批光纤电缆 后来世界电信公司和微信公司 也陆续前来安家 大概在十年前 我们看到了数据中心行业的发展机会 于是率先开始打造数据中心社区 我们保证优良的商业环境和基础设施 并且保证让当地居民和新产业和谐共存 巴迪里泽是劳登郡政府经济开发部主任 十年前开始在这个部门工作 并见证了劳登郡经济发展 作为迅速的时期 我觉得我的工作是整个劳登郡最好的工作 因为我负责打造良好的社区和商业环境 为居民们提供他们想要的生活 我们帮助新企业在当地扎根 帮助他们发展 过去几年我们成绩斐然 今年预计会有两亿美元的新投资 我常常有一种巨大的满足感和成就感 因为我们为新产业的进驻做出了一些贡献 政府经济开发部致力于创建优良的企业发展环境 比如提供绿色通道加速资格审核 协调企业人才招聘 便宜的电力以及丰富的光纤电缆等 同时新技术和源源不断的新移民的到来 推动了农业的技术化和农村旅游业的发展 生活在这里实在是像天堂一样 你能享受自然和科技的完美结合 你可以在同一天内 接到华盛顿特区谈生意 又能去劳登郡的酒庄里休闲放松 正如科技新移民詹姆斯所说 劳登郡充分利用其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和交通设施 打造起了世界级的高科技产业原地 同时兼顾其传统农业的发展 在保证居民的经济收入和便利生活的同时 也为他们提供了优美的生态环境 无论您是喜欢快节奏和高科技的生活 还是向往田园市的乡村岁月 相信您都能在劳登郡发现属于您的幸福 美国之音记者 鲍荣 王平 夏天 维吉尼亚州报道 大家好 欢迎来到OMG美与我是白杰 我们今天一起来看看我们的新浪微博上的粉丝 Dysfunctional 你的话题就是 星巴克点东西 重杯 大杯 超大杯 最大杯 Starbucks in the U.S. offers an even bigger size, it's called Trenta. If I'm very very thirsty after a long walk around New York, I'll order a Trenta unsweetened iced tea. 美國的星巴克還有更大的尺寸就是最大杯。 如果我在紐約走累了非常非常渴,我就會點一個最大杯無糖冰茶。 Extra shot,Ext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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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hot,多一份。 Over ice,Over ice,Over ice,加冰。 It's been very hot in New York lately and I've been working a lot as well. So I need to cool down and stay awake. Now I order my grande soy latte with an extra shot over ice. 最近紐約很熱,而且我有很多工作,所以我需要冷靜下來,掌食清醒。 現在我點我的大杯豆奶拿鐵的時候會加冰,再加一份濃縮咖啡。 好,請評論告訴我。 What is your favorite drink at Starbucks, especially when it's hot outside? Do you get a新冰了? A Frappuccino? OK,bye! Bye!